首先画一条长度为5厘米的线段 A B 并画出它的终点C 过C点做A B的垂直线 以C为圆形 A B为半径 画一段弧线 与这条垂直线 香蕉语点D 用直线连接BD 并延长出去 以D为圆形 CB为半径 画一条弧线 与BD的延长线 相交于点E 以B为圆形 BE为半径 画圆弧 与C D的延长线 相交于 点F 然后分别以A B和F 作为圆形 A B为半径 画弧线 形成两个焦点 G和H 最后我们将A G G F F H 和H B分别用直线连接起来 这样就画出了一个 边长为5厘米的正五边形 这条弹线连接起来 这条弹线连接起来 小金允连接起来 好 对 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